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 尽管人生路上充满风雨坎坷 充满艰难 但只要我们足够坚强 尽全力去拼 就能够描绘出人生最美的颜色 人这一辈子 不能总指望着去依靠别人 要学会一切靠自己 自己打拼出来的人生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人这一辈子 不一定非要有什么巨大的成就 但至少不能永远依靠别人活着 至少要活出自我 依靠别人得来的成绩 会永远处在别人的光芒之下 依靠别人得来的成果 难以享受的心安与理得 依靠别人闯事业 闯不出自己真正的成就 依靠别人过日子 就得学会看别人的脸色 只有靠自己 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无论能有多少所得 无论生活贫与负 靠自己至少心里踏实 活得充实 人生也真实 真正的强者都无依无靠 都是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顽强拼搏 真正的强者也不会去想着依靠别人 一切都只想靠自己 人不可能永远依靠别人 终究要学会自己坚强 人不可能永远依靠别人 就算是最亲最近的人 也不可能依靠一辈子 父母再疼自己 也终有老去的一天 不可能让他们养自己一辈子 朋友关系再好 也不可能永远指望朋友过日子 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 夫妻再近 也不能完全依附对方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要自立 否则在家里就容易没地位 容易过得不如意 人终究要学会自己坚强 学会靠自己 只有靠自己 才能活出一个最美的人生 人在无依无靠时 才能遇到最强的自己 人如果有依靠 往往就会变得懈怠 反正有指望 自己有可能就不会太过努力了 就算有能力 也难以把全部能力都发挥出来 但是人在无依无靠的时候 凡事只能靠自己 这个时候 才能激发出自己最大潜能 才能遇到最强的自己 当你不再想着去依靠任何人 一切靠自己的时候 当你学会预示自己扛 用自己的心情汗水去浇灌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 现在的你 远比以前 要优秀得多 而且自己也正在不断变强 已经不需要再去依靠任何人了 此时的你 才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强者 人生 一切靠自己 相信自己 你可以的 想要去依靠 往往是因为把一切都想得很难 但是 当你真正迈出坚强 独立的第一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 一切都没有自己想得那么难 人生会因为你的努力而美好 在不断的努力中 你会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相信自己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者 时刻告诉自己 无依无靠没关系 靠自己 我一样可以的 真正的强者都无依无靠 人生的一切都靠自己 真正的强者不需要依靠 凭自己的努力 也能打拼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在自然界中 特别是在肉食动物中 强者生存的法则尤为明显 就比如是狼 在狼群之中 就是谁比较强壮 谁才能够当上狼王 然而 当上狼王的路程 注定是孤独的 虽然在自己幼小的时候 被狼族所保护 但是 一旦狼开始呈现出 成年狼的身体特征 狼王就会毫不留情地 把他们赶走 这些刚成年的狼 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取食物 不断地让自己强大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有可能回到狼群 才有可能打败老狼 然而 在蜕变的过程中 必然是孤独的 他没有帮助 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生活 才能够活下去 在我们生活中同样是一个道理 我们早晚都会离开父母 为我们自己制造的港湾 我们早晚都会要去经历生活中的苦难 我们要不断地经受磨练 让自己一步一步地变得强大 生活中真正能够称得上强者的人不多 因为太多人沉溺于生活的安逸 只是顾着眼前的欢乐 只是活在别人的保护下 甚至是说 活在自己为自己营造的安逸的假象之中 而且人是喜欢和他人比较的 觉得别人怎样做 自己也那样做 也是没错的 安逸的病会传染 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强者的话 就需要自己给自己立一个目标 有一个决心 明确自己的方向 这样才能够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